大家好,麦克风开了吗? 其实我不用麦克风也可以,真的不错。 我声音够大,他们给我一个手持话筒,挺不错的。 他们本来还想给我一个夹在衣服上的话筒。 你们有公众演讲的经历吗? 有没有人害怕站在人群面前讲话呢? 我以前非常讨厌在公众面前演讲。 在刚开始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真的非常讨厌公众演讲。 一想到要站在人群面前讲话,尤其对陌生人讲话,我就觉得无比厌烦。 读书的时候,比如说高中或者大学,要学习如何沟通,要参加演讲训练班,大家有印象吗? 我记得,每个人都在全班面前表演演讲。 我就像重新经历一遍青春期一样,紧张得不得了,声音完全都变了,脖子上都是鸡皮疙瘩,后背直冒汗,衣服都被汗湿了。 看起来又紧张,又脏兮兮的,非常不舒服。 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公众演讲是大多数人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想一想,好像挺有道理的,对我来说,公众演讲会让我紧张得想要发疯。 你们看电视吗?比如说探索频道,或者动物世界。 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在看一个节目,介绍世界上最致命的十种动物。 做节目的人很聪明,他们从第十名开始介绍,然后是第九名,第八名,然后放广告。 你的好奇心就被激发起来了,接下来是哪些动物呢? 广告回来,接着是第七名,第六名,第五名。 就在你看得尖尖有味的时候,广告时间又到了。 广告回来,是第四名,第三名,第二名。 这个时候又进广告,而且比之前的广告长一倍。 你坐在电视机前又紧张,有万分期待。 你知道,世界上最知名的动物是什么吗? 杀人最多的动物是什么吗? 犀牛? 有人收到答案了。 我听到了。 河马? 对了。 我曾经在一个小组问这个问题,结果有人回答说, 蚊子? 我说,蚊子是昆虫。 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是河马。 太疯狂了。 那个节目介绍河马如何致命。 河马的嘴巴可以张开到180度,任何东西都可以嚼碎。 所以说,如果你真要害怕什么东西的话,不要害怕在人群面前讲话,去害怕河马吧。 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河马是这么恐怖,就像杀人机器一样。 我以前每次演讲之前都非常紧张,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站在人群面前讲话,让那么多人无比紧张呢? 因为他们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了。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吧,我们会过得很愉快的。 我的另一半今天没来,现在她就在家里。 这是她的照片,这是我们一家人。 我有两个女儿,这是纳维亚,她今年九岁。 这是马来亚,就在纳维亚旁边。 我们一般叫她小小,叫她都是用吼的。 小小,吼她一声,她才听话。 我们还有一个儿子,她是缩小版的我,继承了我的基因。 今天,我们将会过得非常开心。 快乐是一种选择。 有句话说得好,在生命的每个瞬间,我们都在生死之间,所以我们要活得尽兴。 他们给了我手持话筒。 我要说一声谢谢,感谢上帝。 我之前用过夹在衣服上的话筒,很麻烦。 有人用过吗? 我有一次讲计划用的就是夹在衣服上的话筒,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我开了几个小时车,才达到就会现场。 你们最近迟到过吗? 我的观点是,要不就最后一分钟才到达,要不就一分钟也不要迟到。 有一次我去参加聚会,我喜欢飙车,飙车就会超车,而且超很多车。 在座有没有力量型? 很多嘛。 超很多车会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你开车几个小时,期间你会喝几罐能量饮料,效果当然是精神百倍。 问题是,你喝了几罐能量饮料,中途就得靠边停车,或者到加油站,去上个厕所。 那么,你之前超过的人,他们就会反过来超越你了。 不可接受,绝对不可接受。 所以,你会憋着不上厕所,不能停车,绝对不能停车。 我一直憋到了举办聚会的酒店,停好车,然后向会场飞奔而去。 聚会是八点开始的,我到达的时候已经八点过三分了,算是刚刚开始。 作为演讲嘉宾,我到达的时间刚刚好,但是我得先去一下洗手间呢,我过快憋不住了。 工作人员把麦克风憋在我衣服上,我马上到洗手间释放自我,我忍不住啊啊啊啊的叫了起来。 可谓酣畅淋漓啊,终于解放完毕,我愉快地输了一口大气。 麦克风全程都是打开的,这次现场直播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严重的精神伤害。 从此之后,我不再使用夹在衣服上的麦克风,我只用手持话筒。 好,话说回来,我妻子摩根让我带她向大家表示问候。 其实,她说的是,要是她讲话,有什么不妥之处,我先替她向大家道歉。 这是她的先见之名,她说,我带她表示抱歉。 此刻,她在堪萨斯州,她在家里,跟我们的孩子在一起。 我们有两个女儿,纳维亚和马来亚。 纳维亚年长一些,她是拉拉队成员,会参加拉拉队表演比赛。 有没有谁家里的姑娘参加拉拉队啊? 天哪,老父亲可遭罪了。 你得花25块买张门票,在观众席上坐5个小时。 周围的观众90%都是女性,所有拉拉队逐一上台表演。 你苦等了5个小时,才等到女儿的队伍上场表演,而表演时间只有45秒。 幸好,我还有一个儿子。 女儿的拉拉队比赛,还分州级的、国家级的。 当然,摩根是女儿最大的粉丝。 在堪萨斯,一般都是她陪着女儿去比赛。 马来亚才是我们家的导弹鬼。 你可以看看她的照片,这就是她的性格。 怎么说呢,她很有趣,她总能为所欲为,她也很喜欢跟我捣乱。 从婴儿时期开始,就很不安分,让她乖乖躺到床上是不可能的。 我还教过她怎么从小床逃出来,显然我犯了一个错误。 半夜三点钟,她会在家里到处乱逛。 到厨房里,搞破坏。 在座的,有没有从事儿童保护的吧? 我真的拿她没办法。 只能把门锁起来,才能阻止她半夜从房间里跑出去。 记得有一次,大伙儿都在家。 我在楼下,孩子们在楼上。 忽然,马来亚超大声地喊我,爸爸,她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爸爸,可以到楼上来帮我拿个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宝贝女儿。 我到楼上去,走进房间。 在柜子最高那层,我手够不着。 我走到柜子前,看着最高那层柜子,里面好多东西。 我说,宝贝儿,你要拿什么呢? 马来亚,你要拿什么? 马来亚,没有人回应。 我转头一看,她就靠在门边站着,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 我一下子明白了她想干嘛。 你可千万别这样,一点都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 在我跟她还剩一米距离的时候,她干了什么呢? 她把门关上了,把我锁在房间里面。 我跟她说,孩子,你最好赶紧把门开了。 要不然的话,要不然的话。 她在门外哈哈大笑。 我打开窗户,朝着外面尖叫,救命啊! 来人啊! 我被锁在里面,我出不去啊! 这就是马来亚的性情。 纳维亚呢,她的性格跟马来亚完全不一样。 真的很神奇的事情啊。 你看,他们俩的成长环境是一样的。 怎么性格完全背道而驰呢? 纳维亚真的好乖,她也会任性。 我的育儿心得都可以写一本书了。 在我们家的字典里,不能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不要说不能,如果你说了这个词,我们就会制止,然后想办法把它变成能。 这可是一条成功的秘诀哦。 当然,有时候也会产生反作用。 有一次,两个女儿在家里捣乱。 我把她们赶到房间里。 我说,纳维亚,乖乖待在房间里。 否则,你们就一个星期都不能出门,不能走出房门。 然后,我到二楼坐下来。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狗在叫。 我们家狗就在屋前,他们开始叫起来。 我心里想,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他们不停地叫。 于是我走到屋外,看看怎么回事。 只见狗吵着屋子猛吠。 我走到院子里,一下子傻眼了,别跟我开玩笑好吗? 她们把窗户打开。 纳维亚,拿床单绑着马来亚,慢慢地让马来亚滑下来。 这可都是真事,我没骗你们。 那窗户距离地面有五六米。 她们就那样,用床单让马来亚滑下来。 我震惊不已,你们在干嘛? 马来亚说,你说我们不能走出房门呀。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笑料,任谁都会喜欢这样的快乐生活吧。 你们想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吗? 这是一种选择,你们知道吗? 这是你做出的选择。 我们都喜欢赢,我尤其如此。 我们家族的主题歌是那首我要做人生赢家不顾一切都要赢。 我们是渴望成为人生赢家的家族。 我们也一直在赢。 今天晚上,我想跟你们分享我们如何成为人生赢家的故事。 看着这张照片,几个月前我们接手褒奖,成为新钻石。 这是当时拍的照片。 我要提醒你们,不要太羡慕台上的成功。 更不要以为成功距离自己很遥远。 因为我也曾经坐在台下,坐在你现在的位置。 曾经我坐在台下,内心感到无比沮丧。 曾经我坐在台下,泪流满面,责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好。 坐在台下的我,曾经感到无比兴奋,因为我的生意增长了。 我也曾经感到无比失望,因为答应我来参加聚会的人,最后还是放了我鸽子。 你们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今天,我会跟你们分享我们的故事。 坐到钻石,上台接受褒奖。 他们会给你一枚钻石戒指。 你瞧,是这个戒指吗? 这枚戒指中间是一刻拉钻石。 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让你们羡慕。 不要管钻石的大小。 对我而言,这个钻石的价值不在于值多少钱, 而是它代表的意义。 这个戒指上面中间的钻石是一刻拉的, 周围还想有六颗一刻拉钻石。 再强调一遍, 关键不在于它想有六颗一刻拉钻石, 这完全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六颗钻石之中哪一颗最大呢? 你看,中间是一颗一刻拉钻石, 围绕着它有六颗一刻拉钻石。 它们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你们知道, 这枚戒指代表什么意义吗? 它意味着一个直戏。 我是19岁开始做这个生意的, 13个月之后, 我开始做直戏。 那时候我才20岁, 21岁我达标直戏。 然后呢, 我们找到了另外六个生意伙伴, 我们花了很多年时间才找到这六个生意伙伴。 这六个生意伙伴成为我们的六个朋友, 六个最好的朋友。 然后, 我们跟这六个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生意伙伴一起努力, 我们帮助他们也成功做到直戏。 我们做到了直戏, 然后我们帮助六个生意伙伴也做到直戏。 就这样, 我们成为了钻石, 我们得到了褒奖, 享受无与伦比的美好生活。 如果这也是你的梦想, 那我真诚地希望你们在未来也有机会享受这一切。 这个未来可能是几年之后, 也可能是几十年之后。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 我自己也付出了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我记得我们去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城参加聚会, 那一次是耶格机构春季领导力聚会。 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跟摩根应该刚刚达标翡翠, 受到邀请去做演讲嘉宾。 那天晚上, 我在台上紧张激动不已, 现场有神人坐镇啊。 德什特和伯蒂, 他们也在斯坦福城。 伯蒂耶格让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吧。 我记得伯蒂说, 在这个生意里成功, 需要付出努力超乎你的想象。 但是我敢保证, 只要你愿意努力做下去, 你能得到的回报也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你得到的回报不仅仅是金钱, 无论你做什么行业, 成功都意味着获得财富。 但是, 在得到回报之前, 你必须努力工作, 全力以赴, 坚持不懈。 有人喜欢用牺牲, 这个不太好听的词。 我想提醒大家, 在短期之内, 你的确有所放弃, 但是长期来说, 你可以得到更多。 只有长期得不到回报的努力才叫做牺牲。 如果你最终取得成功, 那么你所放弃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你暂时放弃的享乐, 你暂时数之高格的爱好, 在取得成功之后, 你都可以重新拥有, 甚至拥有更多。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传奇, 德士特和伯蒂。 伯蒂说, 你能够得到的回报是超乎想象的。 我们都无法用言语跟你们描述, 因为最重要的回报其实不是物质, 最重要的回报是自己的成长。 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 在这个生意旅途中, 最伟大的胜利就是自己的成长。 顺便说一句, 我们在这个旅途中, 已经走了十八年, 我今年三十八岁了, 上个月才过的生育, 我希望你们记住这一点, 你们可以做得到。 这句话讲得太多, 就变成老生常谈了, 但我还是想强调, 你可以做成这个生意, 只要你付出一定的努力, 投入一定的时间, 让自己成为局系, 你有这个强大的系统, 做你的帮手。 你与之合作的是一个, 实力雄厚的案例公司。 他们提供质量上层的产品, 无微不至的售后支持, 尤其是业歌机构的帮助, 你可以参加培训, 获得学习资料, 还有导师和团队的支持, 这一切都是真真切切可以获得的资源。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 这个生意的成功人士, 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他们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成为我们的朋友。 很多人有时会想, 我真希望能够认识这些厉害的人物, 现在他们真的会和你做朋友, 我是谁呢? 我凭什么呢? 我只是茫茫大海的伊丽莎子而已。 你们认识乔和梅瑞迪斯·马奎吗? 他们是双钻石是我们这个生意的传奇人物。 乔·马奎曾经说过, 没有英雄, 人生就没有意义, 我们要有引以为榜样的英雄, 为人做事, 或者为了得到回报, 或者为了得到尊重, 这里面没有对错问题。 我发现, 有些人做事情只是为了得到回报, 我做事情也想得到回报。 但是, 有些人做这个生意仅仅为了得到回报, 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生意的理念, 所以他们似乎做得比较艰难。 你想改变人生吗? 你想提升自己吗? 我总是说, 如果自己不改变, 自己不成长, 就不可能改变环境, 也不可能改善生活。 就算遇到困难, 就算感到害怕, 我仍然坚持做下去。 我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知道在座有不少刚刚加入的新人, 有多少人才做了不到一年。 发出声音来吧, 好, 听好了哟。 如果你对这个生意没有一丁点害怕, 那么这个生意恐怕也不适合你, 我就感到害怕, 但是我要做出选择。 面对恐惧, 谁是胜利者? 这个权力决定在我们自己, 让恐惧获胜, 还是让我胜出? 这个决定权在于你, 我决定我要胜出, 你也要做出决定。 这个生意的很多事情, 我做起来都觉得不自在, 但是我仍然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心中有以你为榜样的英雄, 我要成为他们那样的成功人士, 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关注, 希望自己能认识他们, 并且得到他们的尊重。 所以, 我想得到的并不仅仅是回报,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咱们开场白就到这里吧。 我们进入正题, 说真的, 这一路走来, 我们过得非常精彩, 回报非常丰厚, 我们热爱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我经常问别人, 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你的价值观体系, 包括哪些?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你看中什么? 家庭跟上帝的联系? 家庭, 信仰, 时间自由, 友谊, 慈善快乐。 接着, 我会告诉他们, 既然这些是你的价值观, 那就活出相应的样子来。 你们知道, 我对成功的定义吗? 所谓成功, 就是要追求卓越, 持之以恒, 创一番伟业, 这就是成功, 这就是我认定的成功。 既然拥有这样的价值观, 就要活出这些价值观该有的模样。 你所做的决定, 要基于自己的价值观, 而不是只看从中能够得到多少金钱回报。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你们同意吗? 我们是否能够大致得到共识? 金钱不是世上最重要的东西。 有些人很有趣, 他们嘴上嚷嚷着,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他们却以此作为借口, 为自己赚不到钱开拓。 大多处人都会说, 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对吧? 可是, 他们却毫不犹豫地 把更重要的时间用来追逐没那么重要的金钱。 比如说, 我有一百块钱, 你有两个二十分钟, 你愿意拿两个二十分钟来换我一百块钱吗? 你会拒绝, 因为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人们总是说, 时间比金钱更重要。 问题是, 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 把更重要的时间来追逐没那么重要的金钱。 比如说, 我们每个星期一百六十八小时, 你们加拿大人每周也是一百六十八小时吧? 你每周有一百六十八小时, 你列一张时间分配表, 哪一项内容花时间最多? 你愿意用多少时间来换取金钱? 生活不容易, 我懂的, 都有账单要付钱。 房租, 房贷, 车贷, 日常饮食, 水电煤气, 哪一样不花钱, 我都懂, 但是不要说钱就是一切。 我的价值观首先是家庭, 信仰, 自由, 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 跟朋友聚会, 找乐子, 做想做的事情。 为了拥有这一切, 我才建立这个生意。 我经常说, 我们不是普通人, 尤其是我。 我所做的生意, 也不是传统的生意。 但是, 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曾经是一级运动员, 在座有运动员吗? 做运动员, 我不是最优秀的, 但我是一级运动员, 在堪萨斯大学拿到全额奖学金。 但我不是普通人, 因为要打败成千上百的高中运动员, 才能够拿到一级运动员奖学金。 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而我也不想做普通人, 我想出类拔萃。 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努力, 我的目标就是一级运动员奖学金。 在高二高三两年, 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参加训练,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训练得努力, 我训练的努力, 我就越厉害, 我越努力训练, 我的身体就越强壮, 速度就会越快, 表现就会越好。 对待这个生意, 我也是同样的态度, 我非常努力, 我不光是听CD, 我会仔细分析每一个演讲, 认真读书, 学以致用。 我不光是阅读, 我会仔细研究每一本书, 认真学习, 学以致用。 我去参加聚会, 不是买票去找乐子, 而是专心致志, 聚精会神地聆听学习, 学以致用。 因为我相信, 我越努力, 收获就越大, 我越努力, 运气就会越好。 当然, 成功靠的不是运气, 这个生意的所有好处, 通过努力, 你都可以拥有。 做这个生意的所有技巧, 经过努力, 你都能掌握。 要取得成功, 需要具有转变思维方式, 需要具备一整套技能, 经过努力, 你也能具备。 最重要的是,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坚持不放弃, 好好思考, 就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 这也是一种态度, 一定要找到解决办法, 不达目的, 使不罢休。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生意的一切问题, 都有解决的办法。 如果别人能做到, 你也能够做到。 重点是你自己要行动, 要去做, 只要你目标坚定, 坚持不懈, 你就能取得成功。 这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我喜欢这样的思维方式。 我建立这个生意, 就是想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我们是全职父母, 每天都陪伴着孩子。 孩子们在家里上学, 摩根亲自给孩子们上课, 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了, 他把孩子们教得很好。 我认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对孩子未来的发展,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 我们选择让孩子在家里上学。 人只能活一次, 这听起来有点郁闷, 所以, 我们要活得精彩啊。 我们决定, 每一天都要过得非常充实。 我总是跟人们说, 我们拥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优势。 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追求, 我们对生活的追求是非常高, 这是很多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 我们相信, 只要你全力以赴, 而且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如果你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要知道, 成功来之不易, 但不成功就是失败。 失败是很痛苦的, 但无论如何, 失败总比成功容易一些。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什么都不做, 当然不可能做得好, 但是我们不能让人生留下遗憾。 大多数人会有什么遗憾呢? 不是努力争取, 但失败的事, 他们不会因此感到遗憾, 而是他们本可以争取, 但缺乏勇气尝试的事情。 勇敢, 不是说你不害怕, 勇敢, 是就算害怕, 也要做下去, 这才是勇气。 这样的勇气, 会让你性格更加坚强。 在弥留之际, 回收往事, 我不想有任何遗憾, 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做这个生意, 我们要实现梦想。 第一次参加聚会, 就在我们心中拨下梦想的种子。 我想起我的一个姑婆, 不久前才去世, 享年107岁, 这是真事, 她活了107岁。 我的姑婆, 她叫艾格尼斯, 是我爸爸的姑姑。 我记得几个月前的一个早上, 我爸爸给我打电话, 告诉我姑婆去世了, 我问她, 她怎么去世的呢? 她说, 她一边开车, 一边发短信, 我发誓我没骗你。 我问她, 她怎么去世的? 我爸回家说, 她一边开车, 一边发短信, 我说, 你说的是真的吗? 她说, 当然不是, 你这个笨蛋, 她都107岁了, 她是一睡不醒, 在梦中去世的。 我发誓这是真事, 我没变, 我想活得长寿, 活得幸福, 我记得有本书, 是艾伦罗麦金尼写的, 书名叫, 我怎样讨人喜欢? 艾伦罗麦金尼, 是职业四五十年的心理咨询师, 他研究人性, 研究人际关系, 研究人类心理, 他说, 想要拥有成功的人生, 必须要交三四个一辈子的好友, 于是我开始意识到, 我们的生活质量, 与我们人际关系的质量成正比, 你们知道吗? 很少人能交到一辈子的好友, 这位职业心理咨询师花了半个世纪研究了这个问题, 而且得出了结论, 他说, 要拥有成功的人生, 必须要结交四个一辈子的好友, 什么是一辈子的好友呢? 他说, 人生百分之五十的时间, 都跟这个朋友密切来往, 他说, 满足这个成功标准的比例不到两位数, 因为选择了这个生意, 我们结交了很多优秀的朋友, 我们选择坚持做下去, 我们说到做到, 这并不容易, 我父母也工作四十几年, 他们工作非常努力, 我爸爸在工厂上班, 每个星期工作七十到八十小时, 两班倒上夜班, 才能赚钱养家, 我敬佩他的工作态度, 我从他身上学到这种拼搏的精神, 让我在运动场上也有所成就, 努力越多, 收获越大, 我从小就深感这个道理, 但是, 我目睹我爸爸在企业里往上爬着艰难, 几十年来难有发展, 惠普决定关闭工厂, 且雇了好几百人, 他的收入, 所谓收入, 还没叫收入呢, 有收入吗? 他以为他有收入, 可是工作都没有, 他有收入吗? 在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的收入减少了一半, 我说, 我不要跟你一样, 我在堪萨斯大学读书, 学的是金融专业, 我向来都认为我会进军企业界, 我一直很有创业精神, 而且我从来不想找工作, 打工不是我的菜, 算起来, 我应该做过十种工作吧, 每一次都被炒了鱿鱼, 我还挺自豪的, 被炒了十次鱿鱼啊, 很了不起的, 所以, 我看到这个生意机会时, 重点并不是它是什么, 你们读过穷爸爸, 富爸爸吗? 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在高三时读到这本书的, 但是我爸爸下岗了, 我的一个教练, 也是我的导师, 他给了我这本书, 对我来说, 这本书最重要的精髓是, 最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遇到了某个人, 而不是其他, 在安利生意里, 我看重的不是其他, 而是某个人, 这个人让我加入了安利生意, 我第一次知道安利这个名字, 是从我姐姐那里听来的, 在那之前, 我从未听过安利公司, 但是没关系啊, 无论你有没有听说过它, 它都是一家伟大的企业, 感谢理查提威士, 感谢杰温安洛, 感谢你们两大家族, 创立了这么伟大的企业, 取得那么多非凡的成就, 给我们带来那么多优质产品, 谢谢, 谢谢。 但是, 真正吸引我的还不是这些, 我认识了一个人, 我生命中的富爸爸, 他把我置于羽翼之下, 他是我的英雄, 为了他, 我要努力拼搏, 我要做到七千五百积分, 我这里有一张十九岁时的照片, 看看吧, 这就是年轻的保罗, 左边是我姐姐, 还有推荐我加入的导师, 乔马奎, 那时我才十九岁, 我只是茫茫大海中的一粒小沙子, 我们畅想着, 一砖一瓦地把这个生意建立起来, 一块砖头铺上去, 再一块砖头铺上去, 只要达到一定数量的砖头, 我们就能把房子建立起来, 对吧, 一层一层地砌起来, 一堵墙一堵墙地砌起来, 最终我们会拥有自己的生意, 我导师教我说, 只要用对方法, 你只需做一次, 就能达到目的, 只要你擅长, 你就能用对方法, 他教我慢下来, 然后加速, 在座有没有工程师呀, 什么是惯性, 有没有人能讲一讲惯性的定义, 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或静止状态, 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状态为止, 静止的物体会一直保持静止, 对吧, 所以你要努力克服惯性, 才能开始具有动静, 就像开动火车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很慢, 几乎像静止一样, 克服惯性之后开始加速, 速度越来越快, 快到难以停下来, 你希望自己的生意产生强大的动静, 拦都拦不住吗? 有没有人看过全民情敌这部电影, 主题歌唱的是, 你根本停不下来, 对吧, 这个生意也会快速发展, 根本停不下来,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呀,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生意跑起来呢? 你要培养更多领导者, 但是, 如果你想培养更多领导者, 首先, 你得让自己成为一个领导者, 要明白, 人生在世总会有起有福, 所谓世事无常, 每个人都有故事, 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倒霉的事, 遇到倒霉的事情也不是你的错, 当然也可能是你的错, 以为你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你们看过《冰雪奇缘》这部电影吧? 我们家有两个女儿, 她们很喜欢看, 电影主题曲叫什么来着? Let it go, 对了, 要学会放手, 让事情过去, 在这个生意之前, 你经历的一切都可以放手, 不要苛求自己, 不要再折磨自己, 告诉自己, 你可以做这个生意, 当然这并不容易, 但是既然别人做得到, 那你也能做到,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信任, 只要你目标坚定, 坚持不懈, 世上就不会有任何难题, 你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但是你首先得做出决定, 我也不会苛求自己, 坦白跟你们讲吧, 我不是做这个生意, 做得最好的人, 可是你不用成为最好的那一个啊, 你只需要想封设法, 成为最好的自己就行了, 你要做到最好的自己, 所以, 我总是跟别人说, 你就是最好的故事, 对保罗和摩根而言, 钻石从来都不是讲弦问题, 对我们来说, 钻石意味着一个平台, 一个机会, 让我们拥有更高层次的影响力, 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不是物质的东西, 而是一个更高的平台, 让我们有更好的机会, 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 讲好自己的故事, 可能是在咖啡厅里, 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坐在对面的人, 可能是站在舞台上, 面对的是成千上万, 甚至好几万观众, 但无论如何, 你要有自己的故事, 而且你要问自己, 遭遇磨难, 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读过一本好书, 圣经, 圣经里说, 当你们遭遇各种磨难的时候, 都要以为是值得喜乐的, 很多人只听到后面一句, 而忘了前面这句, 前面这句是怎么说的呢? 当的时候, 遭遇各种磨难的时候, 无论多么难受, 都要微笑面对, 告诉自己, 我最终会打败磨难的, 为什么要以为是值得喜乐的呢? 因为在我打败磨脸之后, 我就有更精彩的故事, 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子, 帮助更多人克服磨难, 磨难越深重, 说服力就越强, 传达的信息就越有利, 所以, 你要问自己, 遭遇磨难, 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意, 我们克服种种困难, 打败各种恐惧, 做到这一点, 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你必须有胆识, 有勇气才能做到, 胆识和勇气跟性格没有关系, 是否有激情跟性格也无关, 关键在于有没有目标, 一旦你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你就会有目标。 我在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长大, 摩根从小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 我没见过他父亲, 但是我们决定, 不能让这些过去的辛酸定义我们的人生故事, 我们决定要扭转自己的命运, 我们选择做这个生意, 而且要做得不平凡, 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们都愿意去做, 知道吗? 你们会经历各种疯狂的事情, 你会经历很多美好的事情, 你们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当然, 你必须付出努力, 你必须冲破恐惧的壁垒, 大多数人都因恐惧而止步不前, 你必须打败恐惧, 你要做出决定, 把恐惧踩在脚下, 而不是对它俯首称臣, 我们做到了, 因为我们想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 我们要给他们打造更高的平台, 让我们的天花板成为他们的地板, 我们也是这样跟孩子们说的, 让我们的天花板成为你们的地板。 马拉雅听了会说, 好了好了老爸, 我知道了, 你们的生意都是我们的, 对吗? 你们要把一切都留给我们, 对吧? 可是我不希望你们死呀, 至少不是现在。 他年纪还小, 我还得跟他解释一下, 我们家每天都很好玩了, 我希望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父母是力不从心, 没办法为我创造什么条件, 摩根的妈妈也没办法, 做到直系之后, 我们发展得顺利, 很快就做到了红宝徐, 我最喜欢这个生意的可预测性, 就像建房子一样, 一个砖头, 一个砖头的气, 一层一层的灶, 一步一步地推进, 扎扎实实, 拔地而起, 在某个时期, 我们似乎也遇到了平静, 我们得做一些挑战,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在我们做到翡翠之后, 我们很快就做到了翡翠, 在加入四年半的时候, 开始做翡翠, 加入五年就达标翡翠, 我们收入相当不错, 我不上班, 我妻子也不上班, 但是我们遇到了瓶颈, 从哪里体现出来呢? 我们开始进入管理阶段, 有点脱离的创新, 我听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不做父亲, 我们永远是儿子, 不知道父亲的不义, 做领导者也是一样的道理, 当然, 做到以身作则, 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你坐在领导的位置上, 那并不代表你就是领导者, 领导者激励他人, 靠的是以身作则, 而不是以前的荣光, 我们要时不时提醒自己, 因为我们都会遇到瓶颈, 在追求成功的路上, 你们遇到困难了吗? 遇到瓶颈, 是一种很糟糕的感受, 你被卡住了, 你难以再进一步, 不管是做到三百积分, 一千积分, 不管是做到直系, 还是做到翡翠, 你都可能遇到瓶颈, 而遇到瓶颈, 让人非常难受, 我们遇到了瓶颈, 我们必须改变思路, 重新出发, 我们要学习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意, 我们问自己, 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应该要什么, 而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解决瓶颈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做钻石的征程, 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真是一段激情澎湃的日子, 我们持续达标, 我说这些话, 百分之百是坦诚的, 解决瓶颈之后, 我们做钻石所花费的功夫, 比我们做直系, 做红宝石, 做翡翠要少得多, 因为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我们有很好的导师, 我们也解决了局限我们的问题, 我们把一切困惑都想清楚了, 那是让人激动万分的时刻, 每天要做什么, 我们都十分清楚, 我们重认旗鼓, 精神抖擞, 我们读书, 读圣经, 我们找获得初心, 这是一种坚定的姿态, 我们也不用重新学习一切, 当然, 我们要学习, 要经历挣扎, 谢天谢地, 我们拥有很好的导师, 得到优秀领导的指点, 我们把翡翠的奖嫌取下来, 我们的决心非常坚定, 一定要把问题解决,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目标坚定, 坚持不懈, 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任何问题都有答案, 我们把自尊和骄傲放到一边, 同心合力, 一定要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从此之后, 我们开始做钻石, 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做钻石的征途真是无比精彩, 我开始明白, 梦想是可以越来越大的, 梦想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渴望, 我希望创造出更精彩的人生, 让更多人知道一切极有可能, 我也知道我的人生可以有多精彩, 一切还等着我去挖掘, 我喜欢家人, 我爱孩子们, 我喜欢开卡丁车, 喜欢玩高清游戏, 我跟说, 你说你买了这个是为了孩子, 其实是你自己想玩, 无论如何, 我希望为家人提供最好的生活, 不仅仅是物质, 还有精神, 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我们开始做钻石的时候, 说实话, 我和摩根所有的力量, 都源自于上帝, 我们要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给上帝带来荣耀, 我们要成功, 因为成功不仅能为上帝带来荣耀, 而且能让其他人明白, 他们也能够成功, 我希望你们明白, 只有你取得成功, 你周围的人就会相信, 他们也能够成功, 成功是一种选择, 不成功也是一种选择, 如果你选择不成功, 别人就会觉得, 他们不成功也可以得过且过, 这是一个需要信念的旅途, 做这个生意, 要有信念, 我认为信念不在于大小, 而在于持久, 你能相信多久, 我们选择了相信, 即使在遇到平静的时候, 我们仍然选择相信, 我们相信自己一定要做直戏, 一定会找到六个巨童道合的生意伙伴, 他们成为我们的朋友, 然后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 他们都是第一线的直戏,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他们都有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 他们也有恐惧, 也遇到时运不济的时候, 但是即便在逆境之中, 他们仍然选择了追求成功, 虽然事实无常, 但是他们选择了直面人生, 面对半杯水, 他们看到的是满的一半, 而不是空的一半, 因为他们让遇到的一切磨难, 都为己所用, 他们这六个团队带出了24个直戏, 在过去三年半里, 他们所赚到的钱, 帮他们偿还了超过五百万的美元债务, 他们创造了很多欢声笑语, 很多美好的回忆, 也去过很多免费旅行, 他们也遇到过悲剧, 有人失去了心爱的家人, 有人失去了孩子, 但是悲剧之所以是悲剧, 不在于悲剧本身, 对此我深有体会, 相信很多人也感同身受, 如果你让悲剧打败你, 那才是最大的悲剧, 所以, 这个团队接受嘉奖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 领导者指出愿景, 团队使之成为现实, 我们把这个团队称为不可战胜之队, 无论要做什么事情, 只要我们做出承诺, 我们就一定会做到, 我们一定会做到, 只要你愿意, 每个人都做得到, 在三个月之前, 我们遇到了一件永远改变我们人生的事情, 我们做这个生意, 会得到奖钱, 会得到很多物质回报, 但是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物质回报, 而是得到尊重, 现在我们有更多机会讲述我们的故事, 我们可以影响更多人, 改变他们的生活, 你们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们也没多特别, 只要你们愿意, 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当然我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 同样的决定, 也不是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为了最后的成功, 牺牲短期的书序, 我喜欢这个生意机会, 因为它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 如果你的渴望足够强烈, 你们的渴望一定非常强烈, 要不然的话, 你们今天也不会来到这里了, 我非常渴望成为钻石, 如果不够强烈的话, 你们今天就不会看到我, 站在这里了, 这只是我自己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 也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我知道, 在座肯定也有人渴望成为钻石, 如果这是上帝铭刻在你心中的梦想, 我希望我们的成功故事, 能让你们增加一点信心, 你也可以实现梦想, 只是你需要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 你看, 我都能做得到, 相信你们也一定能做得到, 我爱你们, 我爱你们, 有将是加入ź司, 手压过杂官 SCOTT,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